科技确实是第一战斗力 海马斯究竟有多厉害 系标枪 多次弹簧刀和M777榴弹炮之后 乌克兰又先后得到了美国援助的9套M142海马斯火箭炮 另外还有4套也将很快到来 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消息 海马斯火箭炮一出 唯一例进行 仅前8天时间就打掉了俄军20个军火库 外带俄军近20级团军 黑海舰队22军指挥所 又打掉俄军两个军事级指挥员 现在 俄军对海马斯可谓有些文风丧胆 都不敢在军火库附近久留 以防止被海马斯打击 图片 海马斯为何如此厉害呢 根据美国国防部 6月1日新闻发布会的消息 此次美国援助乌克兰的火箭炮型号 唯海马斯 这不是什么绰号 而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英文简写 Chinese的音译 美军正式装备编号为 M142型 是美军与2010年列装的最新型火箭炮系统 其研制初衷 是为了解决之前M270型火箭炮过于笨重 战略机动性欠佳的问题 采用六成六卡车底盘的海马斯火箭炮 最大的优点就是异常轻便 机动敏捷 图片 原有的M270型火箭炮 采用M2布雷德利步兵战车的履带式底盘 虽然越野性能优越 但战斗权重将近25吨 无法使用C-130运输机进行空运 只能装备重装部队 不适应向斯特赖特旅转型的需要 而海马斯是在M270型火箭炮的基础上 将底盘改为原自中型战术车辆系列的 六成六通用轮式底盘 将模块化发射单元由两个减少为一个 经过瘦身减重后 战斗权重降低为16吨 可由中型运输机空运 从而实现快速部署 此外海马斯的公路机动性能十分优异 最高时速可达85000米每小时 最大形成480千米 打完就跑 让敌方很难发现踪影 和笨重的M270不同 海马斯可直接开进 C-130运输机的货舱进行空运部署 图片 海马斯和M270型的区别 仅仅在于底盘和发射箱的数量 弹药则是完全通用的 这就意味着 海马斯不仅可以发射个型 227毫米火箭弹 还能发射射程超过300千米的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ATSEMS 未来还能金融射程500千米的 陆军精确打击导弹 PiSM 因此 海马斯绝非一种单纯的火箭炮 也是一辆战术弹导弹发射车 如果美国在提供海马斯的同时 搭配陆军战术导弹 那就等同于强化了乌克兰的远程 打击能力 具备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手段 这与提供射程在数十千米以内的 常规火箭炮 完全是两种概念 目前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 只是射程80千米的火箭弹 如果美国答应乌克兰要求 提供给了乌克兰射程达300千米的 精确打击火箭弹 那么 海马斯的打击能力 将更加强大 图片 虽然美国现有400多套海马斯 但他们在交付乌克兰时 只是采用少量多批的方式 五角大楼的官员解释称 培训乌克兰士兵 学会使用这种先进的高端的作战系统 非常耗费时间 至少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这也限制了交付的数量 美国军方按计划 将会培训更多的乌克兰炮兵 不过对于目前所培训的具体人数 则没有透露 只是九套海马斯就已经给俄军造成重大损失 如果将来美国以及西方再支援更多先进重型武器 俄罗斯军队的日子就很难熬了 起码 目前 俄罗斯军队对海马斯还没有任何有效反制办法 看来 科技确实是第一战斗力 俄罗斯在精确制导导弹 基本用完的情况下 凭着那些老旧的库存武器 要想打赢这场现代战争 希望很渺茫 何况英国 法国 德国 西班牙 波兰 瑞典 斯洛伐克等也都在持续支援先进的大炮 以及大量坦克 飞机 战车 乌克兰的反攻能力必将大大增强 首先我们来客观地看待一下俄乌冲突 如果强行把其拉到现代化战争的层面 或许还没有伊拉克战争更有说服力 作者认为俄乌冲突就是临界于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战争 毕竟俄军用到了匕首 图 2N3 图复95等现代化装备 可是回归到正常对战的时候 其实还是以炮兵为主 地面部队为主的层面 所以海马斯显得格外厉害 在过去的战争当中 一般火箭炮的射程都在20公里左右 所以那会儿流行大规模兵团对战 说白了 大家都站在距离不到20公里的地方 一方把几百门火炮对攻就好了 然后弹药全部放到20公里以外 不停地填补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 军工得到了飞速进步 现在的常规火炮 打击100公里的目标非常轻松 而且精准度还非常高 有了这样的背景 双方的弹药库基本都要放到100公里以外 但运输车拉着炮弹来回跑 依次补给最少需要1到2个小时 所以这也是世界各国军队都进行军改 从军改旅 改营的主要原因 回到俄乌冲突中来说 只要俄军没有出动大量现代化装备 对乌克兰狂轰乱炸 只要给乌军喘息的时间 那么乌军就可以用高精度 高移动速度的海马斯进行反击 那么乌军利用海马斯快速机动到射程范围内 利用美国和英国的准确情报 对俄军实行精确打击任务 然后再快速驱动到俄军打击范围之外 这就是海马斯的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 俄罗斯在这个领域属于短板 它不可能一直用高精度导弹去打击 那样成本太高 相比较之下 火箭炮又安全又省钱 维武器论当然是不对的 但某些高技能武器的登场 确实能够改变战场局势 美智的M1420海马斯火箭炮 就是改变了战场局势的武器 从俄罗斯国防部长到发言人 都多次把海马斯火箭弹 单独拎出来说事 这足以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海马斯火箭炮的打击 给俄军造成了较大的损失和困难 全世界军衔最高的国防部发言人 伊格尔科纳·申科夫中将说 俄罗斯联邦武装部队 在乌克兰开展的特别军事行动 取得了重大战果 西方国家提供给低军的武器 遭受了重大损失 在7月5日至20日 俄军使用高精度陆机和空击武器摧毁了乌军的美制 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的四门发射车和一辆弹药装载车 有两门发射车在马洛塔拉诺夫卡定居点附近被摧毁 有一门海马斯火箭炮发射车和一辆弹药装载车 在克拉斯诺阿梅斯克附近被摧毁 第四门海马斯发射车在顿涅斯克康斯坦丁莫夫卡东郊被摧毁 不过 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明确表示 国军被一种北约武器打得晕头转向 迄今为止 美国提供给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炮毫发无损 没有任何海马斯被摧毁 美国及其盟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2套海马斯 即将追加提供8套 米利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 每一个海马斯火箭炮系统都在美军的卫星监控之下 也就是说 美国对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的每次作战行动 都提供了情报共享支援 乌军使用海马斯火箭炮打击赫尔松辛卡霍夫卡的安东莫夫大桥 从示意图上能看出海马斯火箭炮的精确打击能力 火箭弹的落点非常密集 几乎都在一个直径20米的圆以内 这个示意图是比较准确的 安东莫夫大桥的宽度为25米 两侧有飞机动车道 乌军在7月20日骑射火箭弹打击的是同一个瞄准点 当时发射12枚火箭弹 有次没被拦截或没有命中大桥 落入河中 其余8枚命中了桥面 由于以往的攻击都是打击弹药库等目标 无法观测到落点 因此这次的炸桥行动是卫星制导原火面试以来 首次在实战中清晰展示高精度打击落点的画面 从这个示意图我们也能想象到解放军的更厉害的300和370毫米精确制导原火的打击精度 欧军 我们摧毁了四套海马斯 美军 他们吹牛笔 不要谢 乌克兰国防部长也放出豪言 谁要给我一百套海马斯 我就能打败俄罗斯 好吧 大家静静地听他们相互吹牛笔 唯武器论是错误的 我们大家要批判 一两件先进武器 绝不会影响战争的胜负 得一两案件才行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尼 在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通电话时 高度评价了海马斯火箭炮 他说 M142海马斯火箭炮对俄罗斯指挥所 燃料库和武器库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打击 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海马斯火箭炮 海马斯火箭炮让俄罗斯军在发动战役级的进攻作战时 遇到了明显的困难 海马斯火箭炮持续了半个多月的 对俄军后勤弹药补给系统的火力打击 目前已经迫使俄军的弹药和作战物资补给 从前线后撤了30到50公里 俄军需要在距离前线更远的火车站装卸弹药 在海马斯射程之外储藏弹药 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 降低了俄军前线的重炮和火箭炮火力密度 这种情况甚至惊动了俄罗斯国防部长 邵一谷在前几天视察乌克兰前线时 特意要求俄军立即采取行动 不让乌军有机会对顿巴斯发动大规模火箭弹袭击 邵一谷对俄军下令 必须优先摧毁乌克兰军队的火箭炮 言外之意 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 对俄军造成的伤亡和损失情况 相比之前都要严重许多 击毁了大量俄军物资装备 这让俄方很难受 不然邵一谷也不会单独提出 乌军打击顿巴斯后方这个问题 现在 俄军必须要有一些拿得出手的 摧毁乌军远程火力的成绩了 以此提升士气 过至后方屡屡被炸飞的窘迫 俄乌战场发生的这些事件 同时也证明 解放军近些年 大力发展的制导型远程火箭炮的路子 是走对了 目前 中国的新型远程火箭弹 已经实现了超高精度制导 即小型惯性导航系统 加北斗卫星定位导航 加激光末制导的复合制导系统 末端精度可达米级 实现了大火力密度 其相识装填 多管骑射 加多种战斗部 解放军手里的远程火箭炮 已经完全不是人们老印象里的 以其射杀伤面目标的远程火箭炮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远火在数百公里距离上隔空点穴 一招制敌 实现十米级甚至一米级的命中精度 这相当于一支射程为三百公里的狙击步枪 要想实现远程精确打击 光有精确制导火箭弹还不行 还需要整个作战体系的提升 这些能够精确打击的远火 在战争中能够给敌方重大杀伤 能够对敌方的高价值目标挨个点名 而且花费不高 比单纯的导弹攻击便宜得多 假设俄乌战争结束后 俄罗斯陆军开始痛定思痛 想要彻底实现炮兵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让炮兵能够精确打击 那么他们最好的方式 就是去看看隔壁的解放军 届时俄罗斯军队或许会发现 他们想要的东西或者解决方案 全都在解放军那里 美国军事媒体军事观察杂志 Military Watch Magazine刊发专题报道 对全球现役先进火箭炮系统 进行了一次评比 以其从中找出性能最强者 问定全球最强火箭炮宝座 经过一番性能对比后 美媒最终得出结论 认为中国的PHL-16型火箭炮 性能要优于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 进而成功问鼎 全球最强火箭炮的宝座 美媒在其报道中 首先阐述了快速机动远程火箭炮系统 与现代战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美媒称 伴随着俄乌冲突的继续失入进行 不管是俄军装备的BM-30龙卷风火箭炮 亦或是乌克兰从美国获得的海马斯火箭炮 都已经在实战中展现出了不俗的性能 与实战价值 譬如乌军在公路上使用海马斯快速机动 对俄军固定目标进行快速机射 然后立即撤退 凭借轮式底盘 在硬制公路路面上良好的机动性 大概率能轻松逃脱掉 俄军的反击炮火和反追踪 而俄军的BM-30龙卷风火箭炮 也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不论是对乌军反攻部队的炮火打击 亦或是对乌军固定阵地目标的轰击都成效显著 美媒认为 欧武两军通过一场高烈度的现代化大规模地面战争 向世界证明了火箭炮这种古老的武器 在现代战争中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通过对比 得出全球现役最先进火箭炮便很有必要 美媒在排行评比中参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属性便是射程 美媒认为足够远的射程可以确保火箭炮完整地发挥自身战力 射程足够远的火箭炮在战术选择和作战灵活性上更有优势 战场生存力和综合战斗力也都更强 在射程这一属性上 全球现役火箭炮中又是最大的两款装备 分别是中国的PHL-16型远程火箭炮 以及美国的海马斯火箭炮 后者是近段时期俄乌冲突的明星装备 乌军凭借手中美国支援来的海马斯 在前线上依托公路网和较长的射程进行快速机动 机动游击 打了就跑 给俄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和麻烦 还轰炸了赫尔松州大桥 在经过俄军有针对性的定点清除和狩猎打击之后 乌军的海马斯也遭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被俄军确认击毁了至少四套 但总的来说 仍然算得上是乌军手中打击效果最好的装备 毕竟仗打到这份上 乌军的高水平技术装备早已损失殆尽 北约的军援力度也在下降减缓 海马斯是所剩不多的最后一批高端装备 能打出最拔尖的战果并不令人意外 美媒认为海马斯在乌克兰的实战表现 证明了其实一款不错的现代化先进火箭炮 较至俄军的同类型装备拥有技术优势 不过美媒同时也指出 美军装备的海马斯使用的陆军战术导弹 最远射程虽有300公里 看似已经算相当出色的佼佼者 但实际上解放军的PHL-16远程火箭炮 还要比这更强 在此前的珠海航展上 PHL-16远程火箭炮的外貌版本 R-3远程火箭炮 就曾配套展示过一款名为 火龙480的远程精确制导弹药 虎哥在这里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 与其说火龙480是火箭弹 不如说骑士短程地对地战术弹道导弹 其高达500公里的有效射程 在珠海航展上一经推出 立刻便引起了诸多外国买家的关注 被外国媒体和外国军事专家 竞相报道分析 因其远超一般寻常火箭炮的射程 而将其称作中小国家买得起的 穷人版战略威瘦武器 不再以火箭炮相衬 可见评价之高 美媒最终给出的结论认定 类似火龙480这样的射程 500公里外貌弹药 解放军肯定有自用款装备 并且性能说不定还要更好 射程更远 打击精度更高 所以令海马斯最远300公里 射程的配套弹药黯然失色 在一寸长 一寸强的评比规则下 美媒最终认定得出结论 中国的PHL-16倍 广泛认定是全世界现役 最强大的远程火箭炮系统 要虎哥来说 美媒的这个评比和最终结论 也还算是合情合理 没有过分夸张和刻意抹黑之处 现代武器对射程的要求 是显而易见的 在能够保证精度的前提下 拥有更远射程的武器 将拥有更强大的优势 这一点毋庸置疑 PHL-16远程火箭炮 足以凭实力问鼎世界最强宝座 近日CCTV军事频道 报道了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 某炮兵旅的装备及训练情况 画面中出现了众多 我们装备的新型火炮 其中不乏PCH-191型 像是大口径火箭炮这类的大杀器 在传统印象中 火箭炮的定位在于能够快速骑舍 对目标实行大面积火力覆盖 对目标区域内的敌方人员装备 实行杀伤破坏 但中国却在火箭炮的研发上 走出了自己的路 精确打击 目前不论是我们出口的火箭炮 还是自己装备的 都可以通过激光末端制导 北斗定位 惯性制导等多种方式 对目标实现精确打击 具体什么精度呢 以PCH-191火箭炮举例 它可以在对300公里之外的目标 进行打击时 将误差范围控制到 最多10米最小1米的范围内 如今随着我们的各种制导技术的发展 北斗卫星系统的日渐完善 火箭炮的精度已经越来越高 这样的精度与威力已经可以跟一般的短程弹道导弹媲美了 但火箭弹在成本方面的优势 却是导弹所不能比拟的 而且PCH-191火箭炮 在其驾驶室后面加装了一台液压起重机 这样的改动加上相式模块化设计 预包装处运 使得该车可以在10分钟内完成装填 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 这样的进步无疑让我军多添了几分胜算 再来说说这次报道中的东部战区 该战区下辖江苏 上海 浙江 陀建 江西和安徽六省市 直面台湾 可以说一旦条件成熟 他们将成为解放台湾的主力 将新型火箭炮配备给他们 可以说是很有深意了 近年来 我们解放军远火部队 远程火箭炮 最重要的一个训练科目 就是对海上目标的打击 很多人不理解 你这炮兵 咋开始抢空军跟海军兄弟们的活了 打击对岸的水面舰艇 这些目标靠反舰导弹就行 你这火箭炮能打到吗 跑着凑什么热闹 但这并不是远火部队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在打击敌海上目标方面 远火有自己的作用 众所周知 近防炮是现代军舰的最后防御手段 在电影《红海行动》中 有这样一幕 中国海军导弹护卫舰 在遭到恐怖分子107火箭弹打击时 近防炮几个漂亮的扫射 将来袭火箭弹一一击落 但近防炮有这样一个致命缺陷 那就是被弹量 以美军军舰上装备的密集阵近防系统为例 该系统弹舱被弹约为1500左右 通常来说 近防炮拦截一发导弹 通常要消耗约300到400发炮弹 图片 而且密集阵射速为每分钟4500发 这也意味着只要20秒的时间 密集阵就无弹可打了 开火一时爽 装弹火葬场 别看1500发 弹药密集阵系统能在20秒内打完 但装弹并没有那么快 需要两个士兵哼哧哼哧装半个小时 这项工作被全程暴露在甲板上 在战时根本不可能完成 图片 如果火箭弹能对敌海上舰艇进行打击 将近防系统的弹药消耗完 再之后 无论是援火部队自己打 还是配合海空军进行打击 都将极大的提高成功率 二 谁说远火不能反舰 PCH-191火箭炮最好的改进 就是采用了相式模块化设计 用的是双口径的两组模块化相体 这让PCH-191火箭炮 在弹药的使用上有了很多种选择 在战时可以根据打击任务的不同 换装两组四连装370毫米的火箭弹 或是一组五连装300毫米火箭弹 如果说火箭弹对于数千吨的战舰来说 打击效果不是很明显 那750毫米的导弹总可以了吧 没错 PCH-191火箭炮 还有一组二连装750毫米发射管 图片 目前来说 在经历了70多年的发展后 我国的火箭炮系统 在很多领域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很多外国军事专家 在看到中国远火的参数后 都纷纷感到难以置信 火箭炮都能做到远程精确打击了 那还有导弹做什么 但中国有自己的考虑 一些在300公里左右的目标 呼叫火箭军使用导弹进行打击 显然性价比太低 有些杀机用牛刀的感觉 这些远火能很好的低成本解决这些问题 除了携带传统的火箭弹外 PCH-191火箭炮 还能使用包括紫母弹 爆破弹 莫敏弹 云爆弹 钻地弹等多个弹众 配合着各种精确制导手段 一旦统一大战开打 这些都将成为对岸的噩梦 图片 那台军能拦截吗 我们都知道 在中东地区 哈马斯武装没少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 但最后都被以色列军队装备的铁穹拦截系统打下来了 我们的火箭弹在战时会不会也遇到类似情况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用担心 以色列的铁穹系统面对的大都是中东武装 用自来水管手挫的火箭弹 最强的也不过是老式的苏质122毫米火箭弹 该系统在设计之初就是为了针对这些低水平武装的 从没有考虑过应对强大对手火箭弹的饱和打击 而出于对中国关系的考虑 以色列也不敢把该系统卖给台湾 好 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